我們現在來介紹的是 經濟學模型跟微分之間的關係 那麼我們首先要知道 經濟學的模型本身來說 它是discrete所謂的離散的狀況 X的話它是一點一點一點的 在微積分裡面 我們需要的函數都是連續的函數 那經濟學家就把這個 一點一點一點的合在一起的話 寫成把它連在一起 變成了一個連續函數 方便我們去做經濟學上面的模型 那在介紹經濟學模型之前 我們先要了解一些符號跟意義 那麼現在我所介紹的這些符號 跟經濟學上面常用的部分 其實可能有一些輸入 不過各位同學只要了解它的意義以後 就不難去分辨了 那麼首先我先介紹的是X 我們最常用的這個數字 X是什麼呢 數量 這個在經濟學上面 這個在經濟學上面常常是用來做的一個叫做Q Quantity X是指的是我們銷售的數量 現在的話呢我們要了解我們的收益 我們必須要知道的是價格 用P來表示 Price Price Price是指的是價格 數量乘上我們所賣的價格 就是我們賺進來的錢 就是我們賺進來的錢 賺進來的錢我們叫做Revenue R Revenue 這個我們稱為收益 這三個很重要的一個關係是 就是說收益其實就是數量乘上價格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係是 R是等於X乘上P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那各位同學能了解了以後 我們再繼續往下面介紹 現在我們要需要介紹的是C Cost Cost Cost是什麼呢 是我們的成本 我們的花費 一般來說我們的成本常常要分成了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所謂的固定成本 一部分我是我們的變動成本 那我們常常使用的是這樣子寫的 Cost的話可以把它拆成兩部分 一個是固定的我們是用Fixed 變動的成本是Variable的V 這邊是變動 這邊是固定 固定成本的話大概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是在經營店面來說的話 我們的固定的 固定的開銷 人事開銷 固定的跟我們的商品的數量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地方都是固定成本 那麼變動成本的話 跟我們的商品的數量有關係 比如說我們在製造商品的時候的原料 支出這些東西的話都是變動的成本 那麼平均的變動成本 那麼平均的變動成本 各位同學要知道的是 就是變動成本除以它的 平均的變動成本 我們常常使用的是這個符號 AV Average Variable Cost 它的意思就是指的是變動成本 除以X 這是我們常常用到的一些基本的觀念 那麼我們舉一個例子來說的話 是變動的成本 比如說我們的成本是 好你看 我們的成本的話 假設是這樣子的 1000固定的開銷 再加上50X 再加上根號X 好了這樣子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很明顯的這邊是固定的成本 這邊是變動的成本 那麼平均的變動成本 怎麼看呢 就是除以我們全部的數量 這個地方變動成本 這是平均的變動成本 原則上來說的話 我們的成本 隨著數量的增加 變動成本會些微的下降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叫做Marginal的意思 Marginal 邊界 邊際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這樣說的 我們比如說 我們舉一個例子 Marginal cost是什麼意思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這是一個 這是數量 這是我們的cost 好這樣子 假設老闆想要了解說 當我們銷售到了某一個數量的時候 假設我們這邊是1000個 我們想要知道的話呢 再增加了一些數量 我們的cost會增加多少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x delta c 這邊是delta x 於是我們的話呢 就想想看這是什麼呢 這個兩個的比 就是隨著這個地方 我們來寫一下 Marginal cost 相當於是說 delta x 趨近於0 上面是delta c 下面是delta x 如果的話呢 我要來解釋的話呢 當x的話呢 增加一個的時候 我們的cost會增加多少 那各位同學看看這是什麼 這就是微分的意義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d c d x 那麼其他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跟依此類推 revenue marginal revenue 一樣的 這也是所謂的微分 依此類推 只要跟marginal有關係的 都是跟微分有關係 那麼我們在後面介紹一個例題 讓各位同學知道 怎麼樣去利用這些關係式 然後來做題目 最重要的還有一個 裡面所有都是要用到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關係式 就是我們的收入 就是我們的賺來的錢 假設我們這叫做profit 可是因為它是p 跟我們的price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假設它是pi好 pi是等於我們的收益 revenue是x乘上p 再減掉我們的cost 就是我們所要花掉的成本 如果我們賺進來的錢 扣掉了我們的成本 這就是我們賺進來的錢 這是我們用一個pi來表示 到後面我們在解題目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 我們來引用92年四季二專的一個例題 來介紹一下經濟學模型跟微分的關係 我們來看看這個例題 如果一個獨佔廠商面對的需求函數 q等於20-p 這個地方的q指的是數量 也就是我們剛剛介紹的x 這邊是price 是p就是價格 那麼我先寫出來 x是等於20-p 這個p是一個x的函數 所以我們順便把px都寫出來了 是等於20-x 好 現在再繼續看下去 總成本函數TC TC指的是這個T是total cost total cost這個是x的話 TC這指的是我們的成本 cost是8Q 就是指的是8x 現在我們來看利潤極大 什麼是利潤極大呢 pi 我希望這個pi 希望它是盡量的大 那麼pi我要把它的算勢寫出來 算勢就是我們的收益 減掉我們的成本 收益就是revenue x乘上p 現在我就乘下去 x乘上px 再減掉我們的cost cx 現在把它列出來 x乘上p 這個變化的p是20-x 所以是20x 減掉x的平方 再減掉cx是8x 現在我們列出了這個 我們的利潤的函數了 整理一下 利潤函數是等於-x的二次方 加上12x 好 現在題目是看的是什麼 利潤極大 這邊極大的意思就是要讓它 找到它的臨界值 才會發生極值 所以我們對它做一個 對x做來個微分 這邊微分的時候是-2x 加12 什麼時候會發生極值呢 x是等於6的時候會發生極值 會出現一個相對的一個高點 所以我們就這麼說了 當x等於6的時候 會出現的是相對高點 可是題目問的是什麼 價格 p 我們回來看這個題目 這邊的p 我想要知道的是p是多少 20-x x是幾 6 所以20-6 應該是14 這個題目 答案是a 我們現在來介紹 89年聯合真事的一個 經濟學的一個考題 題目說 獨佔廠商面對需求的函數 q等於60減掉2分之1p 我還是一樣把它寫成x是等於60減掉2分之1p 我習慣的還是把p算出來 兩邊同乘2 然後p就是120減掉2x 我把它的價格跟數量的關係找出來了以後 現在我來看一下這邊有關於成本的部分 平均變動成本是x就是q 那麼它是除以數量 所以的話其實我們的變動成本應該是x的2次方 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邊際成本 同學看一下 這邊的話是什麼意思 來我們看 這邊的話是dcdx是等於2x 那麼我們要知道是什麼 c是多少 當然是x的平方 這邊是所謂的變動的部分 這個部分 這邊total 這邊是固定成本 所以真正的所有的cx的話呢 整體來說應該是100 再加上x的2次方 這邊是固定成本 這邊是變動成本 現在我們希望它的利潤最大 現在我們把利潤的函數列出來 x乘上p x乘上p 我就直接把p寫出來 x乘上p就變成了 -2x的2次方 加上120x 扣掉c 要扣掉多少呢 扣掉100 還要扣掉x的2次方 這才是我們的全部的利潤 我們要找的是最大利潤 這是我們一般來說都是 這個題目都是要這樣子找的 所以我們對它做一個微分 現在對它微分的時候是-4x 加上120 這邊還有一個 100的話呢沒有了 這邊是減掉2x 我希望它要等於0 -6x加120等於0 所以的話呢 臨界值x是幾 是20 當x是20的時候 可以產生最大的利潤 但現在最大利潤是多少 那麼我們就要把這個20 帶到裡面去就可以了 我們這邊帶進去 20是變成了負的 這邊帶進去是負的1200 再加上這邊的話呢 是x的平方式 加上2400 再減掉100 所以這邊是1200-100 1100元 這邊的答案的話呢 是應該要寫B 其實經濟學的話呢 跟微分的關係的話 在這個裡面的題目是最多的 那麼各位同學 你只要了解 這個固定的一個關係式 那麼對於這樣的題型的話呢 我們都可以很容易的掌握 字幕提供